下面的话 菩萨若有人来 发启发 成会也人 不启发 成会也人 世民菩萨不避恼人 别人避恼我们要人 我们绝不避恼别人 无论在什么情况之下 绝不要伤害别人 别人伤害我 原谅他 知道他 为什么会这么想 为什么会这么做 没有人教他了 或者有人教他 他烦恼太重 业障习气太深 谁有人教 他没有办法修 这从哪里看 要从根本上看 习心的根本 习心的根本 他不孝父母 不尊重身心 不爱自己 不爱自己 这人可怜 佛经上常讲 可怜民者 对可怜民者 就不能计较 计较什么 你太过分了 你怎么可以对他计较 你要原谅他 你要原谅他 他这个夜深所造的行业 果报在山土啊 所以 真正明白人 有在险 有智慧的人 肯定是 黎民这些众生 他对我 做出严重的伤害 我也不会给他计较 或者说 这个人受过教育 学佛学得很好啊 讲经说法 亲众都赞叹啊 他要发了脾气 拳打教题 这怎么解释 虽然他学得很好 他没有根啊 他没有本啊 那你就得原谅他 说得再好 没有根 没有本 境界限迁的 还是容易冲动 还是容易发作 根深低谷的 他能成熟得了 没有根 修的时间 再求 他再用功 精进不屑 都很难 应付 外面境界的 有 能在外面境界的 真正 不齐心 不动 心如知水 这个人到夜 几乎成就了 你要是明白这个道理 了解四世真相 才知道 无声鲜血 祝福菩萨 为什么那么重视 根本的修学 我们现在人都认为 这个无所谓 弟子归学到干什么 小孩的事情 学不学没关系 我们学无界十善 可是 无界十善 学了很多年 一条都没做到 不是不想学 真想学 就是做不到 这什么原因 没根 无界十善 的根本 就是弟子归 跟感应 而我们对于根本 确实 没有意愿 去修学 叫好高 护远 我们眼睛 看到顶尖 下头 无根 这个不能 不知道 不能不认真点 就补写 把这个过失 补起来 事出世间 一切法 大根大本 孝敬 这两个字 今夜三复 头两句 孝阳父母 奉事 四肠 对你一句话 讲一百个小时 都讲不完 摄迦 摄迦牟尼佛 四十九年所说的一切尖叫 没离开的那样子 他做到了 他能说 能教 我们没有做到 教学 没人来跟你说 道理就这次点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欢迎订阅频道 开启小铃铛 也可以扫上方的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欢迎订阅频道 欢迎订阅频道 欢迎订阅频道